腾讯的观众大家好 那今天我们也是请来了特别嘉宾林舒豪 舒豪非常感谢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 那我们也是很好奇 因为你看过了丁烟宇航和周琪的比赛 那你觉得他们两位选手打得怎么样呢 我知道周琪第一场打得很好 然后我希望丁可以有比较多的机会跟时间在球场上 那你看到他们两人就是难得会出现有中国大陆的球员来到这里打球 其实上一次是姚明还在联盟的时候 对于你来说看到又有华人球员来到场上打球 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意义吗 我就是很高兴希望他们可以表现得很好 因为我知道在美国就是很多不管是球员或者粉丝 他们看中国人或者亚洲人他们就会一定会小看我们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有比较多的亚洲球员 我觉得就会帮助我们的男性很多 那我们也知道你在联盟里面打了很久了 你对于这两位选手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就怎么样能够在联盟里面发展得更好在未来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需要相信你可以 你是一个NBA的球员 我自己先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害羞 可是我比较肯定的时候我就表现得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需要一直相信 然后一直很努力地训练 那我们也听说你要去亚洲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次去亚洲有什么特别或者不一样的计划吗 我有很多不同的活动 可是我有一个公演活动 一个明星赛 所以我希望我们会 好像7月26号在深圳 所以希望很多粉丝可以来看 然后还会有我的 you know一样的活动 Adidas活动 或者我的篮球训练营这些东西 所以明星赛你是会跟球迷粉丝一起打球 我会跟别的明星打球 然后我们也会有 就是有机会粉丝可以 玩一些比较小的游戏 非常感谢 谢谢 那我们刚刚也是采访到了林书豪 那林书豪也说了 他马上会有明星赛 和其他的一些明星 或者其他的粉丝一起互动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 他说过了 这周周五他就会去亚洲了 所以你们马上也可以看到书豪了